大家好,欢迎收看东凉说故事 越是简单的剧情,越是能体现出人间冷暖以及花花世界 今天要讲的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故事 那就是床垫里的百万欧元 故事来自一个大家庭之中,主人公是小女孩爱玛 她有一个略显古板的外婆安妮 安妮有五个子女,但是每个人过日子都是清贫又拮据 因此经常要麻烦安妮在生活上基于支持 这天爱玛被奖杯贿赂,要求带安妮出门玩一天 虽然心存疑惑,但爱玛还是照做了 祖孙二人四处游玩,谈天说地,度过了愉快的一天 等他们回家时,却发现家里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 原来五个子女为了给安妮一个天大的生日惊喜 偷偷给她房子来了一个大改造 他们将一些旧家具扔了,然后添置了一些新的家具 使得整栋房子变得焕然一新 然而当安妮看到一张全新的床垫之后,却彻底笑不出来了 她将其中的缘由解释给子女们听了之后 子女们也彻底笑不出来了 原来那张旧床垫中有安妮的必胜积蓄,那就是一百万欧元 但是由于她们擅作主张,这一百万欧元就这样打了水漂 子女们没有想到自己的母亲曾经存下这么多钱 一时间鸡飞狗跳,纷纷急着出门找回那个破旧的床垫 要知道这一百万欧元如果被子女们平分的话 就能在很大程度上改善她们的生活水平 一家人来到垃圾厂追踪床垫,但是一无所获 他们开始调监控,上网寻找解决办法 调查垃圾有可能被运向了地区,甚至打了无数电话来询问熟悉的人 但仍然一无所获 安妮看着这群为金钱而忙的子女们,顿时觉得万般无奈 难得一大家子能够如此团结,但却是因为这种理由 由于长时间没有回想,小舅变得越来越冲动 情急之下,她竟然将此事透露给了媒体 以五万欧元作为报酬,希望能够发动所有人来帮忙一起找 然而人类都是贪婪的 她很快意识到了这种做法有多么愚蠢 当一家人再次团结一致来到垃圾场寻找旧床垫的时候 却发现垃圾场已经是人山人海 一个藏有一百万欧元的旧床垫 找到了就是一笔非天横财 还有人会在乎那五万欧元的悬赏金额吗 经过小舅这么一折腾,安妮一下子成为的话题主人公 就连爱马也跟着沾光,在学校被同学们围着问问题 在这期间,子女们仍然费心试图讨好安妮 毕竟就算找回那一百万欧元,那也是属于安妮的 抓住机会多向安妮献献殷勤,说不定还能分到一杯羹 子女们为安妮办生日派对甚至请来的喜剧演员进行表演 然而最后的最后,这一切还要安妮自己付钱 在这些讨要欢欣的子女中,小舅是最为努力的一个 因为她是几个兄弟姐妹中最穷的一个 为此,她经常遭到来自兄弟姐妹们的无情嘲笑 安妮和爱马看在眼里却也无能为力 很快,事情有了转机 有人称找到了那个旧床垫,然而其中只有670欧元 这下子子女们又懵逼了 纷纷认为安妮在撒谎,加上外界的质疑声一骗 安妮遭到了巨大的非议 在这种时候,也只有善良的爱马在真正关心她,安慰她 看着善良暖心的孙女,安妮终于对她说了实话 其实新闻里的那个旧床垫根本就不是刺激的 那100万欧元仍然有希望被找到 于是祖孙二人结伴出发 踏上了寻找旧床垫的路 中途休息之余,安妮告诉爱马 如果有重生的机会,一定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即使是错事 两人仍旧一无所获,但返程途中却收获了惊喜 爱马在车上看见一个流浪汉拖着那个真正的旧床垫 于是立刻尾随从而找到了旧床垫 原来流浪汉并不知道百万欧元的事 而只是用床垫来取暖 相当的爱马留了一些钱给流浪汉 随即带着床垫迅速离开 回家途中,长辈们也看到了那个旧床垫 于是一起欢快地扛着回家了 安妮向所有人坦白 其实那个床垫里只有几十万欧元 但他撒的这个谎却在无意间让家人团聚 并且使得大家重新重视起了身为长辈的安妮 故事的最后 爱马将找到旧床垫的功劳给了小旧 一家人其乐融融的团聚 迎来了圆满结局 有人说 其实基督的爱马为安妮留了后路 细心的观众可以发现 爱马的背包不见了 那么我们可以大胆推测 爱马其实留下了一部分钱 以防这些长辈拿了钱翻脸不认人之后 还有一些钱可以让安妮养老 如果隐藏的结局果真如此 那么这部电影真可以说 是为我们全方位展示了人间冷暖 首先是赡养老人的方面 它代表的是如今社会中的一种啃老现象 许多年轻人身体力行 但偏偏对经营生活失去了兴趣 甚至需要依靠父母持续的赡养 才能够存活下去 站在老人的角度来看 谁希望自己养大的孩子受苦呢 可如果让孩子继续啃老 自己的晚年生活又该怎么办 安妮有着一群儿女 本来不需要担心将来无人赡养 然而就连着五个子女的生活也是一塌糊涂 经济上不堪重负 人到中年就越来越想着不劳而获 因此当一百万欧元这个巨大的惊喜摆在眼前 所有人都动摇了 丑恶的面貌瞬间暴露无遗 大家都在想着用这一百万欧元脱离贫穷 却忘了这些钱都是安妮云去世的老伴 这么多年一点一点辛苦积攒下来的 拥有这么多儿女的他们还能够存艰难的抚养生活中 抠出一些钱存起来 是件多么不容易的事 要知道生儿育女是天下最难最花钱的事情之一 除此之外 片中的一部分充分暴露了人性的贪婪本性 18世纪到19世纪的美国出现了一种叫做淘金热的现象 起因是因为偶然发现了金矿 至此吸引了一大批人加入淘金活动 吸引人们的是金钱的诱惑 在本片中也不例外 当小舅将舅床垫中放着一百万欧元的事情 公主于众的时候 他没有想到未来会造成的反响 人们在垃圾场翻找旧床垫的样子 仿佛重现了当年的淘金热 你以为最令人失望的是安妮的子女们 其实更令人失望的却是人类本身 而于这些负面品质形成平衡的角色 正是主角艾玛 孩子永远是世上最天真纯洁的生物 艾玛正是这样的存在 当一百万欧元的秘密还没有被揭开的时候 艾玛就是一个市场去安妮家串门的暖心孙女 失去老伴的安妮将过日子当成消磨时光 只因为她在整个家族中不曾得到过一份尊重 而在欧元丢失事件中 艾玛总是在身边寄予陪伴和安慰 因为她知道 这百万欧元从始至终都只属于安妮 没有人可以要求她去做没有回报的付出 艾玛的作用就是在整个故事中 实现人性的善恶与丑恶的平衡 在这个平衡维持到电影迎来尾声的时候被打破了 就床垫找到了 艾玛一定会将她带回家 因为这是属于安妮的东西 但是在看到流浪汉用床垫来取暖的时候 善良的艾玛打破了那份平衡 为流浪汉留下了一些钱 从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出 艾玛对于长辈们的某些行径 其实是充满了排斥的 只不过从来不曾说出口 也没有发表意见 善良的种子生长在她心里 但是她不晓得那份善良 是不是会被长辈们当作无忌之谈 好在安妮鼓励她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她才能在最后的关头 想到为安妮留一条退路 甚至将找回旧床垫的功劳 送给了最贫穷的小舅 也许你认为编剧留的这个结局 未免过于正能量 但其实这是最好的结局 假如艾玛将这笔钱全部还给了安妮 而且安妮拒绝与其他子女共享这笔钱 那么所有人的愿望就会落空 安妮得不到团圆的温暖 子女们得不到钱 艾玛面对支离破碎的家族也得不到快乐 但是聪明的艾玛选择了将功劳拱手让人 为家庭创造团圆和谐的结局 这正是从侧面为安妮完成了她内心深处的心愿 不过和谐美满的家庭 这样一个平淡的小故事所传达的 就是这样简单的道理 用真心去爱家人 用汗水灌溉生活 这就是最好的财富 好了今天的故事说到这里 喜欢我的朋友记得点赞 评论关注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